她怀揣两百块 却拉着身怀绝症的女友气行四万公里 在中国地图上走出星星 有人说如果你不再相信爱情 就去看看丁一周和赖明吧 赖明的母亲在三十岁时就患上了企鹅病 发病后会逐渐使人丧失行动能力 到最后呼吸困难直至死亡 更绝望的试者还是家族遗传疾病 所以赖明在二十三岁时也开始发病 走路向企鹅说话便迟钝 然而霍不担心命运接连给她一个又一个打击 那时候她的父亲迎撤祸去世 母亲也因为企鹅病在五十岁时就去世了 甚至连跟她谈了七年恋爱的男友 也因家里的逼迫下跟她分了手 整个家只剩下了坐着轮椅的赖明 还有一只名叫阿宝的狗狗 这样的生活是绝望的 曾解和识赖明也是一个打打咧咧 脸上不满笑容的女孩 但此时绝望的生活让她痛苦无比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人生的治安时刻 属于赖明的那一幕光亮正悄然向她走来 这个人叫丁一周 曾和赖明是很久以前的同学 当年在学校中赖明是备受追捧的童年女神 而丁一周则是一个毫无亮点的小男生 那时赖明每天脸上大大咧咧的笑容 深深感染着她 不过她当时并没有表白 毕业后丁一周做了理发时收入也不错 两人之间十余年也没有任何联系 但没想到赖明脸上的笑容总能给她带来温暖 直到有一天丁一周在朋友圈中看到了 深险绝望的赖明 她当即就和赖明取得了联系 但是赖明不想让丁一周与她过看不到头的生活 这玩意拒绝了她的好意 然而丁一周没有放弃 她直接找到了赖明的家中 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赖明 以及卧在她身旁的阿宝 她心疼极了 好说歹说才让赖明接受了她 从那之后 丁一周每天照顾赖明的生活起居 给她做饭聊天 推着她三不六万 甚至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给赖明看病 一句我养你啊 让赖明一下子就哭出了声 她从没有想到过 眼前这个十余年未联系的大男孩 会成为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他们走过田野穿过街道 赖明大大咧咧的笑容 又重现在了她的脸上 然而丁一周的积蓄花完了 赖明的身体状况急转而下 我们去旅行吧 丁一周拿出了一张中国地图 指着用各个城市连起来的星星路线 对赖明说出了这句话 在丁一周看来 赖明的生命可能不会太长 但总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总比在家等死要强 他又讲与其你这样躺在床上等死 不如出去看看呗 赖明又沉默了 自己的身体对于丁一周简直就是负担 他不忍心将所有的压力 都放在爱他的人身上 但是丁一周不断地安慰他 说路上来我照顾你 没钱我就去打零工 我们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 一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于是在2015年1月1日 丁一周加雇了赖明的轮椅 买了路上必须的装备和干粮 怀揣着仅剩下的200元 骑着自行车和阿宝一起拖拽着轮椅 他上了环游中国的旅程 一路上两人有说笑又哭恼 翻过车也办过罪 但是每到危险来临时 丁一周总是站出来守护着性爱的女孩 因为没有见他们很少住酒店 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风餐露宿 吃着没有什么营养的食物 住在披荆的小河边扎下的帐篷中 但他们没有任何抱怨 到第二天天亮他们就继续踏上新的旅程 路上他们看过了身心愉悦的风景 也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人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 也愿意慷慨减能资助他们 但丁一周全部拒绝 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养活的了两人 我们不是弱势群体 我们有能力在路上去创造财富 我们不需要大家的一个捐款 路上唯一接受的就是一辆颇久的三轮车 这才让丁一周稍微方便了些 而路上因为经费有限 所以没走过一段路他们就会停下来 丁一周回程这个机会去打零工 帮助庄稼搬砖剪头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存过了几百元后 他就会再次离开进入下一段旅程 慢慢地他们到了拉萨 这是丁一周旅行中最喜爱的地方 在这里他们的心情能被彻底释放 而更重要的是 丁一周即将在这里为赖铭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 2015年7月 丁一周带着赖铭来到了布达拉宫前 赖铭的脸上绽放着笑容 眼中却流着泪水 突然西装革履的丁一周 单膝跪地手持割丧花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是藏在丁一周内心十几年的一句话 这一天他终于说出了口 而赖铭此事早已起不成声 在布达拉宫前的灯光下 许多人将这对恋人团团为主 在他们的祝福之下 两人尽紧相拥 许久不愿放开 然而在这么多的祝福当中 有一个人却一直不愿意 这个人就是丁一周的母亲 很早之前 他的母亲都不愿意让两人在一起 他还把最心爱的儿子 被一个患觉症的女人摆跑 奈何丁一周不但不停 反而带他去旅行 在得知儿子向赖铭求婚后 丁姆立马就买了车票 找到了丁一周 但是当他看到赖铭的那一刻 却突然心软了 这个女孩虽然他没有见过 但赖铭身上散发着的尖墙 还有两人那份最纯粹的爱情 深深打动着他 于是丁姆同意了 2016年他们走到了四川礼堂 在当地人的见证之下 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而这个婚礼从始至终 丁一周都没向赖铭说过 当赖铭穿上新衣 是心中的喜悦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婚礼结束之后 他们没有停留 直接就开启了下一段旅行 就这样他们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 直到有一天 一个意外打断了他们的旅行 赖铭怀孕了 这是赖铭想要拥有单位感想过的 他给孩子取名为丁路遥 为了就是纪念他与丁一周的遥遥路程 然而还没有等他们走出喜悦 在医院中的一个检查结果 犹如晴天霹雳般地 打在了赖铭的头上 坐中的路遥被确诊 带有企鹅病的治病基因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路遥出生 未来的人生也会和赖铭一样 无奈之下 他们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那就是放弃这个孩子 后来失去路遥的赖铭 长时间陷入愧疚之中 好在经过丁一周的开导 才慢慢走了出来 也是在那一年 他们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当赖铭把他们的经历 朗送出来的时候 在台下的人早已被感动得泪流不止 2018年 他们又回到了四川礼堂 他们打算在这里定居 并且开了一间民宿 取名叫做路遥星空 更让赖铭开心的是 在失去路遥的两年后 赖铭再一次怀孕了 而这次经过检查 发现胎儿十分健康 路遥这次给孩子起名为安宁 他希望安宁能和其他孩子 一样健健康康地长大 可是赖铭仿佛忘了自己的身体 本就虚弱地他怀孕两次 生下了安宁之后 自己几乎用尽了所有力气 甚至之后连抱起孩子的力气 都没有了 但他每次看到 丁安宁熟睡的样子 他又感到十分开心 虽然他不能像其他妈妈一样 照顾自己的女儿 但他依然在旁边耐心地看 然而在欢笑声中 赖铭的病情开始逐渐落花 2021年时 他连表情都无法正常控制 但是丁一周依然不离不弃 一边照顾赖铭 一边照顾丁安宁 赖铭心里很明白 自己的生命 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 但是他没有低头 他心里一直都攒着一股劲 他要撑着看女儿 慢慢长大 直到女儿14岁 2022年初 丁一周带着赖铭和女儿 回到了老家柳州 赖铭用自己的双手 把他们故事写成书 也算是他们家的经济来源 而丁一周则专职照顾 妻女和阿宝 因为他们几年前开的民宿 也因为疫情倒闭 丁一周表现出了 成年男人才有的焦虑 而赖铭却一直鼓励着 他要向前看 在他们心中 平平淡淡的生活 已经让他们很满足 直到现在他们一家三口 依然幸福地生活着 希望未来他们也能过得更好